这样的商家我必曝光你 来 我们先看商家是怎么说的 生伤野生蜂蜜不是野生免费退 这还不算什么 你看他下面是怎么承诺的 本店支持30天无理由退货 收获后口感不满意服务不满意 不信任等原因均可以无理由退货 而且它的价格你都想象不到 才43亿斤 你跟我说野生蜂蜜才43亿斤 这个我是真的不相信 买回来了86块钱2斤 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哇 好大的一瓶哦 这蜂蜜怎么看着有点真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有人就会说了 阿南你有什么资格测评野生蜂蜜 这是我的尊业 你们不用质疑 以前我就在元南搞野生蜂蜜的 这是100块一斤的大挂蜜 然后这个是150亿斤的悬崖蜜 都被我吃闻的 然后这个150亿斤的土蜂蜜 这个是180亿斤的高山黑蜜 这个是150亿斤的小挂蜜 然后今天我们居然买到了 43块钱一斤的野生蜂蜜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现在把蜂蜜打开 这个是水给它滴 滴一点水 你看滴水的话 滴水的话这个纸就透了 现在我们给它滴一点蜂蜜 看到没有 这个蜂蜜还是水珠状的 这是一瓶清水 有了 一点泡沫都没有 现在我们给它里面放点蜂蜜 放一勺蜂蜂蜜 看到没有 咬了以后它有大量的泡沫 而且这个泡沫久久不能上去 这就是蒸蜂蜜 这些都是网上流传的方法 最靠谱的还是要靠自己尝 假蜂蜜的话它吃的比较厚 而且就是死甜死甜的那种 蒸蜂蜜的话 它吃的是甜而不腻 吃的有一股荡荡的野花香 就是香甜香甜的那种味道 来兄弟们 现在我们尝一尝这个蜂蜜 到底好不好吃 哇 炸一下 太甜了 这个蜂蜜吃着没有那种层次感 一咬就碎掉了 和我在山里拿的那些蜂蜜不一样 我还真没经过野生蜂蜜 中斤能够吃剩这么一小片的 这个蜂蜜我吃的感觉好像没有 没有之前我吃的那种蜂蜜吃的爽 这个蜂蜜怎么是吃了以后是碎糟糟的 像我们以前在山上采摘采摘的那些蜂蜂 的话吃的好像不是这种感觉 我感觉是跟150亿斤的那种 比起来口感差了很多 吃一下看一下 甜也是特别甜 当时这个蜂蜜我感觉 我就刚刚吃了那么几口 就感觉有点腻 甜的有点腻 像我之前吃那种蜂蜜都是甜爱不腻的 怎么说呢 这个蜂蜜吃着一股堂息的味道 本来我还以为能测出来一捆 价格又便宜又好吃的蜂蜜呢 这个价格是便宜了 但是口感确实是没有我之前吃的那种好吃 那些网上的小妙教也没啥用 既然吃掉了我也不会去退 就当买个教训吧 但是我会去试一试商家的承诺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就说口感不好要退货 看看商家到底会不会给我退 下期我们看后续 中和平分量分